那巴西是没有用的巴西 民进党立院党台总招柯建民 在网络节目上炮轰民众党 就是因为进行掌握国会关键少数的 民众党巴西立委频频向蓝绿校正 要求接受四大国会改革诉求 这样在立院有30年经验的柯建民 看不下去 想要施测寻航 出考鉴你们给我回答一下 国会有调查前的说 这些专门周末委员 毫无解释 进入个案怎么样 那这还得了 自负其短 毫无宪政知识 毫无法律概念 房屋上总弱化知识 建立国会提前调查的制度 是蔡英文的证件 2012年的时候 林佳龙提案 奇怪怎么柯建民那个时候 没有骂林佳龙 连立法院院长苏家全 或者是游锡坤 都没有放在眼里 仿佛整个立法院 是由他个人 所可以左右 所可以操控的 这样的时代 或许已经 结束了 面对绿营党团攻击 黄国昌强力反击 但柯建民似乎铁了心 开枪除非民众党 其意来归 否则不会 与虎谋皮 黄国昌则反奉 柯建民 有失高度 相较比起来 游锡坤的发言 就比他有高度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游锡坤 可以当立法院院长 他所做的一些发言 我觉得 这种见风插针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回应的必要 还没上热 绿白党团就已经打得火热 民嘴分析 如果民众党在摆高姿态 将会被蓝绿边缘化 不答应你 大家都没得谈 好 那你就发现蓝绿两边 真的当做我就不跟你谈 因为你自己自费武功嘛 你八级连第一 你提案都提不了 你就送不出去嘛 民众党将穷途末路 还是汇出其交 柯正盈还没打算亮底牌 明镜需要非常称呼 台湾报道